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都钻进泰德的货车 准备去松林优惠 偏偏女孩手欠开启了 那个八音盒定时炸弹 当男主冲破重重阻碍 急定要追上货车时 货车却突然爆炸 紧接着他发现了 一位炸懵的艾米 与昏迷不醒的儿子 男主心急如焚 把两人紧急带到医院 帕姆让他放心 一定给孩子最好的救治 面对此次爆炸事件 皮教授很气愤 为了安抚民心 帕姆提议在小镇上举办庆典 再看被关在警局的凯特 他又梦到了自己 出到小镇之时 那对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时的他 因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 又得不到真相 精神一度接近崩溃 这时怒不可恶的男主 找到凯特 说儿子本差点就被炸死 让他供出其他团伙成员 凯特大吃一惊 深表歉意 却拒绝交代 仍然不相信Eason口中的真相 坚持要引领大家冲突牢笼 走向自由 这时教授发现了一个 名叫Luby的女招待 行踪可疑 经后台查看 发现Luby早已摘掉了追踪器 他由此断定 肯定有内鬼 在暗地里帮助叛乱者 帕姆说那些志愿者 一直忠心耿耿 犹如家人 教授却一心想查出内鬼 于是帕姆与志愿者们 展开了一对一的交谈 次日本终于苏醒了 特雷莎开心不已 梅根却故意避开他 来到本的病房 说你此次受伤 皆因你父亲放走了罪犯 夸赞本是小镇的英雄 煽动他反对父亲的做法 因公开教训 触觉凯特等人 居民们被强制了 到镇子上参加庆典 男主冲上台说 此时不适宜举办公开集会 昨晚刚刚发生了爆炸 与这项罪行相关的几个人 已经失踪 查清之前 大家最好先回家 以保证安全 教授有点不满 因为他觉得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 稳定民心 男主赶回医院看儿子 本责怪老爸 放走了凯特的丈夫哈罗德 与凯特的关系 让他逊了私情 才会导致自己受伤 男主告诉他 无论对方是谁 自己都会这么做 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才欲擒故纵的 特雷莎明白 一定是梅根在儿子那里 吹了耳旁风 为什么抓了罪犯 又放他走 男主不禁回忆起了 那件埋藏于心底的秘密往事 他对妻子说 我曾经听从上司的命令 放走了一个 我认为大有问题的嫌疑人 果然三周后 这个嫌疑人 策划了一起恐怖事件 621个人因此而丧生 我抓住了那家伙 却又把他放走了 那件事被听为机密 所以伊森不能对妻子说 特雷莎感同身受 逝去眼角的泪水 所以你才去找凯特 那是伊森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他只能向特工搭档凯特倾诉 两人因此而产生好感 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 此后伊森一直深感愧疚 也不再盲目听从命令 听完这些 妻子一热泪盈眶 他终于明白了丈夫出轨的真相 特雷莎在走廊中遇到梅根 他明确告诉梅根 不要再给本棍书 任何破坏自己家庭和睦的思想 请他离自己的家人远一些 鲁莽团伙中的成员埃里克死了 角度中一个人 职业要将死者埋在围栏外 自有的土地上 于是他与哈喽德 将一辆货车偷取并开走了 难主了解了情况后 意识到事态极为严重 因为这辆巨型货车 本身就相当于一枚炸弹 与此同时 教授来到警局斥责开拓 只有盲信者才能这么冷酷无情 我曾以为 要是我能让你服从 就能让其他人也遵守规则 也就不需要草木皆兵了 凯特回应他 不论你要做什么 如果把大家蒙在鼓里 就不会成功 教授听后甚至恼怒 自由与安全 两者不可见得 皮教授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 并警卫抓捕 因负有同情心 而删去部分监控录像的志愿者雷吉 说他要信任他的人撒谎 就是叛徒 帕姆极力求情 雷吉说的是实话 要说对你撒谎的人 那是我 我们不能自相残杀 那样一切都都完了 但无论妹妹怎么求情 教授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当着重要的面 惩罚了雷吉 将他放入了东棉仓 哈罗德不愿丢下妻子凯特不管 从偷来的货车上下来 放弃了逃出小镇的机会 在路上碰到了前来追击的男主 一损精的逮捕 严险地询问同伙的下落 哈罗德说 恐怕为时已晚 此时 鲁莽团伙中的亡命徒 正疯狂的驾驶货车 撞向电网 他成功了 悲蓝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车身一半也露出阵外 他将死去的同伴抱出车的 庆贺着自己的成功 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 乐极生悲了 祖团的即便人已接踵而至 将他和死去的同伴扑来 他的哀嚎声响彻云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 如果喜欢这部剧 希望大家能多多转发推荐 给我更多更新的动力 努力尽快更新的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 搜索我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友这一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